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見譚時間 今天這集是純隊聊聊 我們要來聊的是兄弟的外野 我怎麼選 以下是我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今天一樣會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是簽卡 然後是比較便宜的版本 跟中高階卡片的推薦 這次篩選出來 上面這段的卡片特別多 有好幾張我都沒刪掉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我自己的選擇 首先是便宜的版本 便宜的版本的話 我中外野我會選的是這個 17年的7月張志豪 那左外野的話我會選23年的十人詹子賢 那右外野的部分 我會選的是這個 19年的8月張志豪 那中高階卡的話 左外野我會用 國家隊的17年張志豪 中外野的話我會用 03經典陳志遠 右外野的話我會選 19年的7月陳志豪 好 傳奇的部分的話 我其實覺得只有張志豪 跟陳志遠 比較 欸 升上去 可能比較有提升 其他的話就會比較偏向是有愛向的 那簽卡的部分我會選 中外野 21年的張志豪 左外野 21年的張志豪 右外野 22年的陳志豪 好 這是選擇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一張一張來講 首先最下面的話是 19年的明星賽張志豪 這張的話整體的數值上面 除了選球凹進去以外都還蠻不錯的 就2000萬的卡片來看的話 算是一張還不錯的七手卡 之後也好賣啦 這個便宜 好 那左外野的話我這邊選出來是 23年的5月戰志賢 整體的數值上面都蠻平均的 就傳球稍微沒這麼好 但這種比較便宜的卡片 我覺得傳球就先不用去看了 好 接下來的話是23的月振華 我最後選出來是10月的 那另外一張也可以 就是每個人挑法不同 那還有一張月振華我記得是比較貴的 我覺得那兩張沒有說真的差距到非常大啦 但是這張很明顯的比那張便宜太多了 這張練完之後 50億要賣應該也是都還OK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17年的7月張志豪 這張的話主打的是 他的力量94非常高 那整體的數值上面也蠻不錯的 就是L打擊特別凹而已啦 但我覺得 騎手卡就不用去管這個了 就是加減能用就好 43億也是賣得掉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19年的8月陳子豪 這張陳子豪的話整體數值也是蠻平均的 那有幾張陳子豪啊 講真的剛才這一段啊 篩選出來真的是眼睛非常痛 很多數值都差不多 就差了一點點 那有的可能 火力好一點 手臂平價凹進去 或者是手臂凹進去 那不然就有的是打擊凹進去 但力量很高 那有的力量凹進去但打擊很高 就沒有這麼好選 但整體來看我覺得這一段的卡片 都是練不太滿的啦 就是七手用的 所以我覺得就 我會以CP值為主 最後選出來是8月 那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啦 接下來的話23年的6月張志豪 這張的話比較不一樣 他的諸首位在一壘 那右外野的話是A等級 所以首先你要先看A等級 你覺得不OK 整體數值上面的話我覺得是還OK的 那評價也有到87 一張3000多萬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啦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使用的一張卡片 好接下來是23年的10人詹子賢 詹子賢系列的卡片其實不是那麼好選 東凹西凹的 我那時候覺得兄弟的卡片真的是蠻強的 就現在看的 不是他重複性其實蠻高的 而且蠻多凹進去的 一下凹傳球一下凹力量 力量沒凹的凹打擊 打擊沒凹的凹跑咧 不然就手被評價壞掉 什麼DEF 有些人覺得OK啦 那如果你覺得OK 你就自己使用就好 那如果像我一樣 我覺得不行 至少要放到B等級A等級起手 甚至最好就是用到S等級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詹子賢就是選23年的10人 這張價格不貴 雖然可能是因為疊價啦 之後會不會漲上去我不知道 尤其是這部影片出去之後 在漲的時候大家就不要再去搶啦 因為他漲上去就 越貴就越沒有那個CP值了嘛 但就這個價格來看的話 我覺得23的詹子賢是可以選的 好接下來的話是12年的10人周董 周思琦的話 整體的數值上面也蠻漂亮的 就相對沒有後期的10人 來得去加一些火力的部分 這張主要的數值都壓在後兩項 那周思琦的話 這個是舊時代的外野10人 所以他的技能上面是有辦法 直接加跑壘 甚至是用聖者為王去加打擊的 那整體的數值上面是蠻OK的 那一定有人會問說12年的紀錄呢 那張我覺得也OK 但就是 我覺得用詹子賢就好啦 那那張你覺得有愛的話 我是覺得OK的 他的火力上面還是蠻不錯的 好接下來的話就是 1億以下 應該說1億附近的最後一張了 03年的經典層次元 這張整體的數值都蠻好的 傳球跟手背 算是他的特色啦 但我覺得起手就看看就好 算是一個加分項 主要是說他的這個前三項加跑壘 都有在這個83以上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價格來看的話 還有中外野人其實 其實不太要選的情況 這張是可以考慮的 那為什麼 有放這張 感覺很強的卡片 還要去選什麼 張志豪啊 陳文傑啊 上面這個陳文傑 甚至還比較貴喔 為什麼會選這張呢 因為 有些人真的 不想放陳志遠 那 你就選 等一下講到的卡片吧 接下來上面要講到就是超過1億了 22年的9月陳文傑 我最後選出來是選9月啦 我覺得先救火力吧 這個傳球就先給他吧 73 真的 沒有這麼好啦 但 先救火力 傳球之後再說 最後選出來是22年的9月 那覺得手背評價ok的話 A等級這邊還有一張 20年的5月章志豪可以選 這張整體的數值上面是蠻好的 至少啦 至少可能比 前三項可能比陳文傑好 但就是差在那個手背評價 好 接下來開始越來越貴了 03年的經典篷證明 經典篷證明的話 我覺得 這張 還蠻強的 就數值來看的話 整體都蠻明君的啦 但就不弱 有到評價87 那有些人會上到傳奇 我是覺得就CP值來看 應該用經典就夠了 傳奇的話 欸有提升啦 但成本真的是高太多了 不然如果你就CP值來看的話 傳奇後期再玩 前期先玩經典卡就好了 這張是還蠻不錯的 但又外移的情況的話 如果你像我一樣 覺得說 欸 這個卡片啊 除非到後期的千卡傳奇 練上去1335 可以整個全部救起來的情況 再去看手背傳球啦 不然 我覺得還是先以活力為主 所以你跟我一樣的話 就會去選 19年的 又外移的七月城市號 這張的話 整個活力上面啊 都比起這個 欸沒有到多啦 打擊可能沒有啦 就整體的狀況來看的話 會比03的恰恰再來得好一點 但傳球很明顯的凹進去 而且很慘 好 最後的話是17年的 國家隊張治豪 這張就是 炮雷81沒有這麼快 然後選球凹進去 就手動來看的話 先不看選球嘛 那炮雷的話 我覺得 雙打力量先救起來 再去管炮雷 雙打力量還是最重要的啦 所以這張的話 就前三項都超過92的情況 還是一張非常好的卡片 好 接下來的話就是傳奇跟千卡了 這個選擇真的超多的 我們先講傳奇 這邊我們用戴過就好 因為傳奇的成本 就像最下面的這些卡片來的貴了 那彭正銘這張的話 選球很高 但手動沒什麼用 就右外野的情況來看的話 他的這個力量91 配上傳球88 其實沒有到很好 一壘的話還行 一壘的話我覺得 傳球可以不用看這麼重 但就右外野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這張的升級上面 沒有很有感啦 就CP值來看 還不如用經典這張 好 蔡豐安這張也是一壘 然後可以去雙手到 右外野 那就一壘的情況 這個數值是還蠻OK的 那就外野的情況來看的話 這個手背89 你看你覺得有沒有差 如果沒差的話 這張算是 蠻不錯的卡片 好 陳志遠的話 就整體數字上面都還蠻好的 這個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陳淮山的話 就是工具人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的陣容想放一張工具人的話 可以考慮入手一張陳淮山 但是 現在這個價格非常貴 李居敏的話 整體數字都蠻好的 就是這個跑雷86特別的凹 張志豪的話 張志豪的話 就整體都有升級上去了 所以這張是還蠻不錯的 那火力上面 可能跟這個17年的國家隊差不多 但是這個所謂不一樣 就中外野或許你會比較難選的這個情況 你不想用陳志遠上去 也沒什麼好選擇了 就可以考慮直接上到傳奇的張志豪 好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 簽卡的部分 簽卡這邊塞出來的 等一下講到的 全部都可以去做選擇 特性不太一樣 所以會比較有愛想的 你就直接去選就好 不用怕選錯 只要符合你的教練 就可以選 好 23的宋成瑞是後三項特別高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樣 這個前三項加著比較多的情況 那就可以考慮去選宋成瑞 因為到簽卡這部分 你就要考慮到這個1025 會不會滿的部分了 有些人只拉到1025 像我這樣子 那1025就會滿的情況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說 除非你要再更完美啦 不然我就手動的情況 我就不特別去升上去 這時候就可以去考量到1025會不會滿 所以就要去注意配點了 這時候再看配點就好 不然其他地方配點可以先暫時不用看 曾宋恩的話 曾鐵數值就蠻平均的 但比較偏有愛想的啦 因為畢竟這張便宜啦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去參考一些便宜的卡片 曾文傑這張的話 也是雙打沒這麼高 但是其他項還蠻好的 那是右外野跟左外野的這個雙手S 都可以做選擇 真桃王的話是三壘 可以去左外野 整體的數值上面也都沒有凹進去的部分 0輸一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這邊都有愛想的 就是數值都很好 要選要練滿都OK 但真的要練得上去 曾治豪的話 有些人比較有疑問的是21跟22年 兩張都可以啦 我們這邊特別帶一下21好了 我們這邊特別帶一下21好了 我這邊沒有加進來 好21跟22 好這兩張來看的話 在這個收船啊 其實21年的方法比較好 那22年的話 他的雙打 再高一點點 那主要是差在這個跑壘加了4點 所以他相對 這個21年的來的平均 那兩張都很頂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選擇的問題 你看你喜歡哪張 好 陳文傑的話 這張是中外跟左外的 一樣是數值很漂亮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周時期的話 或許後三項沒這麼高啦 但有些人對周時期有愛 那這邊都是98的卡片 我覺得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張的話 是右外跟左外野的雙S 暫時顯的話 左外野的S 右外野我覺得 就千卡來看 就不用特別去放了 那左外野的話 這個數值也沒有到特別凹進去 平均都有到95以上 好 躍正華的話 這個手背107還蠻高的 整體的數值也都有到96以上 所以要拉也是都還蠻OK的 最後就是張志豪 那張志豪的話 就是雙打凹進去 但其他的數值非常的頂多破百 欸選球不看 那你只要去救打擊 就會顯得他很好救 你就全力的去壓打擊就好 其他數值就是 你的教練加一加 基本上就可以到119了 好那今天這部推進就結束了 就兄弟的卡片 我覺得就給一個總結 兄弟的卡片就是貴 但 雖然說貴啦 仔細看看 他們的選擇其實有時候蠻重疊的 就是選擇很多 但有點會造成選擇障礙 所以我們在篩選這個兄弟卡片的時候 講真的這集我覺得不是這麼好講 而且他在這個篩選上面 選擇多到眼睛好痛 就這邊是篩選過後的卡片選擇 你們就影片可以慢慢看 就參考一下 我篩過的卡片都可以選 有些可能真的我比較不好刪掉的 就請各位見諒 反正都可以選 我是覺得說沒有差到非常多 剩下就是有愛上的問題 基本上這排選出來的 看一下大多數幾乎快要全數了 都有知識 所以真的是選自己喜歡的 那今天這部節目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都可以幫學生 都知道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其他玩家討論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